一批熱血公民成員昨晚在李菲夏塔酒店外示威 有人嘗試衝出馬路又與警方發生衝突 警方拘捕19名示威者 蔡雲杰報導 大約20名熱血公民的成員 去到李菲入住的灣仔君越酒店外示威 部分人嘗試衝出封鎖線 警方之後加強報防 有人一度衝出馬路 有示威者被警員壓在地上 示威者被警方驅趕去到對面的香港藝術中心 現場有過百名警員把守 他們捉成人牆圍著示威者 防止再發生衝突 警方之後採取清場行動 將示威者逐一帶上警車 再帶回警署調查 警方合共拘捕19人 其中18人涉嫌非法集會 另外一名男子就涉嫌妨礙警方執行職務被捕 警方強烈譴責示威者的行為 誤排除稍後有進一步的拘捕行動 他們的行為不但危害自己的安全 亦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 警方經多次勸喻及警告無效 需即時採取有效的措施 阻止示威人士繼續衝擊警方的防線 及保障其他在場人士的安全 而一批熱血公民成員 其後就去到灣仔警察總部 聲援被捕的示威者 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大批警員在場戒備 那TV記者一賽宏傑不斗